你知道为什么 他在私底下对着你没有办法承诺你具体的时间 但是今天在台上却可以说出啊 我结婚大概28到30岁 其实很简单 就是28到30岁是他规划的自己结婚的年龄 但这个规划里面不一定有你 所以他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当着你的面来说这个事 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谈恋爱 那为什么非得谈到要别人来甩我们 其实你自己很清楚 从你谈恋爱的第三年开始 你和他结婚或者有结果的概率是逐年再下降 再等三年 这个概率是进一步的下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去消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你不需要别人给你结果 如果别人给不了你结果 或者当下你想要的东西 没有得到 当下谈的这段恋爱 不让你满意 你是可以转身就走的 不要等别人来做决定 至于你 其实他有一点说的不对 他觉得你是一个 哎呀 你一直在说空话 消耗生命 不是的 你是一个挺有主意的人 在我所遇见的人里面 但凡工作过又去读书的人 都是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有计划的 你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 只是你不知道在这个规划里面 为什么他慢慢的比重在慢慢下降下降下降 这件事情怎么去面对就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结婚 你当然知道 只是你觉得这个人并不适合在那个时候和你结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婚后的生活 所以不管是四年还是五年 该终止的东西就应该终止 这就是你们现在应该结婚